几人休息过后 其实也没休息太久 受到十一的感染 他们决定继续捕捉土行鼠进行修炼 为了他们的前途着想 就只能委屈一下土行鼠了 然而 他们还没来得及动身 这个白溪村的村委会大喇叭忽然响起 这道广播声音巨大 远离村中心的石鱼等人也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 听到广播内容 石鱼等人纷纷面色一变 全体村民请注意 全体村民请注意 室内发布受潮黄色预警信号 室内发布受潮黄色预警信号 城墙外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凶兽向内聚拢 并且规模有升级的趋势 请各部门以及个人按照防御指南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卧槽 声音环绕下 陈凯忍不住宣泄了下情感 庄月 于晶晶两人脸上也明显有茫然紧张之色 受潮 对于受潮这个词 几个人不陌生 十年前的平城区 就是因为遭遇一次受潮所以才进行重建的 那时候众人虽然还小 但这种事情不可能不清楚 受潮又来了 不好了 四人蒙逼的时候 农田这边巡逻的农民大叔跑来到他们这边 孩子们 今天情况特殊 要不然你们先回去吧 熟 刚才那广播怎么回事 时宇问 我也不清楚 不过应该又是雪山上的动物不安分了吧 黄色预警 听起来还挺严重 如果事态升级 说不定我们还要撤离这里 大叔也摸不清头脑 不过看他表情 倒是没有多少慌张 这时 石鱼也反映了过来 的确还没到需要慌张的时候 和十年前不同的是 目前凭城区以及下面十几个乡镇和雪山之间 已经建立了高高的城墙 城墙内外驻扎着预售师协会的预售兵团 他们是对抗受潮的第一道防线 所谓的预警 也只是提醒下周围的乡镇居民罢了 并不代表真的会有危险 如果真的会有破城的危险 也不会是黄色灾害预警这么简单了 要不我们过去看看 陈凯提议道 冰原是位于国境边缘 下属的平城以及平城周围的乡镇 更是挨着凶兽遍布的雪山 这也是十年前为什么只有平城和周遭两个曲线在寿朝下首当其冲 看什么看 这种时候城墙内外肯定都不上警戒线了 你去了不是捣乱吗 庄月道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时宇道 虽然感觉不会出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气氛紧张 还是别在这里悠闲的打地鼠给人家添麻烦了 打地鼠什么时候都能来 回去御寿师协会后问清楚这寿朝预警到底是怎么回事比较主要 另外三人点了点头 现在对打地鼠道士也没多么强烈的欲望 几人收拾收拾过后 很快回到了平城 冰原市 平城区 御寿师协会 几人结束了打地鼠任务后 并向任务大厅前台的工作人员说明了白西村的预警 询问起是怎么回事 这个 前台的工作人员摇了摇头道 我也并不太清楚 不过好像这已经不是这个月的第一次了 之前两次是蓝色预警 这次是黄色了吗 对于这个回答 时宇等人显得很茫然 这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啊 陈凯刚想继续问点什么 忽然 远处有人叫他的名字 陈凯 庄月 声音从远处传来 让陈凯和庄月身体一击灵 下意识回头 时宇和于晶晶也看了过去 发现门口进来了一个外表忠厚老师 戴着眼镜的御寿师 对方也就三十多岁 但头发却看上去有些稀疏了 应该是个强者 张老师 陈凯和庄月道 您怎么在这里啊 这人是陈凯和庄月学校的老师 我就在附近 刚看到你们在群里的聊天 就过来看了下 没想到正好遇到你们 刚才在回城时 陈凯和庄月在班级群里和同学分享了 受潮黄色预警的事情 没想到正好让潜水的老师看到 所以说你们竟然在有老师的班级群聊天 时宇看向这群怪学生 心道 正常情况不应该是 学生们不带老师单独建个群玩吗 你们这样搞 群友都不好开车了 这两位是 被称呼为张老师的人 看向时宇 于晶晶 陈凯道 他们是我的朋友 其他学校的预售师 张老师微笑点头 你们在奇怪受潮预警的事情吧 是啊 老师 这次情况严重吗 不会又出现之前那种情况吧 陈凯知道自家老师是职业预售师 应该知道更多内幕 所以立刻询问道 这里声音太吵 我们出去说吧 张老师道 几人都没什么意见 出了任务大厅 开始在预售师协会周围 这片建筑群走了起来 虽然不认识这个张老师 但是想知道是什么情况的 时宇也跟着过来了 如果真有危险 自己的提前做好准备 带着十一桃路去市区内才行 要不然是中心周围的房子贵呢 乡下自建房 甚至是郊区的自建房是便宜 但距离野外地带也近啊 太危险 石板小道间 张老师看着这群年轻的孩子 道 你们也不用过于担心 现在和十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雪山周围的防护设施做得很好 就算真出现了危险 御寿师协会也能很快反应过来 如果平成协会的力量不够防守 室内的御寿师就会过来 如果室内的御寿兵团无法防守 周边城市的御寿兵团也会很快支援 目前这座雪山的生物已经不足以对冰原式造成威胁了 陈凯问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 兽巢有可能再次出现 目前还只是凶兽的小规模聚集 远不如十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一变要声势浩大 庄月开口 原因呢 那些凶兽不都是冰系生物吗 比起城市 应该更喜欢雪山的环境吧 书上说 食物资源短缺 竞争压力过大 是寿巢出现的主要原因 时宇看向了雪山方向 不过这应该不是雪山寿巢的主要原因吧 毕竟这种原因的寿巢 一般都很频繁 有征兆 而不会像十年前那样突然发生 张老师看向了时宇 点了点头道 没错 不过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们也不清楚 十年前那场寿巢的导火索 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但要说猜测的话 目前冰原市内部已经有一个答案 你们知道冰原市的历史吗 几人摇了摇头 其实也不算历史 毕竟还未被完全证实 目前只是猜测 根据考古发现 2000年前的冰原市周围 应该还没有雪山环境 这里是当时古国一个相当发达的 玉兽师部落的领地 不过后来 一只冰龙从原处飞来 降落在了周围的山脉上 这只冰龙实力强大 即使只是栖息在周围 也间接引动了小冰河时代的降临 让这个玉兽师部族苦不堪言 随后 这个玉兽师部族决定驱逐冰龙 他们组建了讨伐部门 和山脉中的冰龙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战 据说这个雪山 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时宇问 哪方胜利了 张老师道 应该是那个玉兽师部落胜利了 雪山之上有一个冰龙遗迹 据说那只冰龙的尸骨就被封印在里面 是当时的玉兽师们封印的 即使是现在 遗迹周围还时不时传出龙威 不过都2000年过去了 哪怕是那只冰龙 也应该彻底消亡了 目前有一种推测的说法 就是那只被封印的冰龙 化为了灵体 在雪山中影响着那些凶兽 龙威导致凶兽们失去理智 对城池进行报复 石鱼等人再次看向雪山方向 冰龙死灵 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 张老师指向了前方不远的一座石巨人像 道 看到那个没有 那个就是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古物之一 据说石巨人就是那个不足的图腾 聊着聊着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园区 园区中心 是一个石巨人像 石巨人是元素类超凡生命 又一种类宠兽 摆放在这里 是为了增加平成协会的历史底蕴 让这里显得有历史氛围些 那个不足就是御使这玩意击败冰龙的 陈凯看向石像 之前他都没注意这东西 本以为是百事 没想到竟然还是冰原是古物 石鱼几人的目光都放在了石巨人像上 盯着盯着 石鱼忽然心跳加速 他的大脑猛地轰鸣 心灵感应天赋 仿佛被动声效 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石鱼整个人一击灵 然而他左右看去 却发现张老师 陈凯等人并无异常 压住心中的震惊 石鱼重新看回石像 他脸色一白 千万别告诉他 声音是从这个石像中传出的 难道自己也要变成光了吗 这石像 根本没有生命迹象啊 心灵感应不是只能听到生命体的心声骂 如果石像不正常 也不会被摆在这里 不是这样的 石鱼仍然可以聆听到声音 感谢月夜清光的盟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